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稀巧 今天慢慢到来 我们家庭 这个家庭 原来是很好的一个家庭 这都后期应该有了很多小不利的事情 杨县法院法官邓东明 我先祖是杨县成监局的局长 他是任为贵家县上的干部 他勾结法官邓东明 我们家庭破坏了 他办了一个黑暗 这个黑暗判决判了一年 我们还知不到 传家人知不到 所以后期 人家奔赢这个二写费 已经给人家 另外的一个难得 给我们这 给了一条大牢 给人家欢迎大牢 我们下回来 人家欢迎大牢 日本青春 我们下回来 小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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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 簡単 然后陈祝宏就带着华晓琳也到深圳去打工了 一边打工一边给他治疗这个心脏病 一直到了20000年10年以后 00年的时候华晓琳病狱以后 又剩下这个小女孩 04年的时候 因为承包了一个很倾向 多赚一点钱改善一下生活环境 谁知道这个残庆是一个家要采迁的残庆 然后就倒闭了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损失了几万块钱 他就觉得受了一点打击以后 到04年的时候 有了减肥业症 当时送到那个陕西华阴永居二院 进行康复治疗 两个小孩就一直有父母 河明城 然后他们在这个期间 认识以后就勾搭在一起了 到09年的时候 自清的说是华晓琳说 他在法院去办离婚 和要和陈周红离婚 还打算把那个新建的房子卖叫 然后卖给他自己的亲妹妹 要和和明城到县城里面去 通过和明城的一个兄弟 当时在阳县城建局当局长 给他们在那个阳县城里面 买际皮修房 然后我们就当时 我就到阳县法院去打问过这个事情 阳县法院说 没有这么一回事 然后期间 有两个法院的人 开着法院的车 去陈压 然后说你们就必要乱说了 一直到了10年的2月 然后 华晓琳和陈周 和和明城 当时说 我接到我父母打给我的电话 说和明城和华晓琳人家 要办酒席要结婚了 我说这个事情不可能的呀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事情 那肯定他会到法院去起诉离婚的 我到法院去 为了我们都为了 都没有这个事情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后到了结婚的那一天 我父母又打电话给我说 人家今天真的是半酒席了 然后在半酒席的节日前早晨 我就从县城里面赶到 赶回家去 到了和明城家里 当时华晓琳 我妈妈先 我的母亲 陈周红的母亲先去了 先到了和明城家里 然后当时和明城和华晓琳 还没起床 然后我们随后也就赶到了 和明城家里 然后我们就问华晓琳 说你说你在法院办离婚了 我们怎么不知道这个离婚的事情 然后你把你的手续拿出来 我们看一下你爸这个孩子 他们是怎么安顿的 从他们的床下 拿出了这个调解宿 离婚调解宿 我们一看就是 杨县法院在2009年2月19日 制作的离婚调解宿 调解说 华晓琳和陈周红离婚了 当时大女儿也没有在上面说 也没有提起陈周红 那个患精神病的私事 然后就说 新修的房子归华晓琳所有 还说有四万块钱的 那个债务 他说四万块钱债务由华晓琳承担 小女儿就说那个女儿 大女儿在离婚调解宿上面 自自为奇 就没有奇迹这个大女儿 然后我们就拿这个这个法院的调解宿 找到了杨县法院去 在电话里面我就说 邓法官 这个案子啊 你看你是当时怎么办的 这个私事情况怎么回事 你莫名其妙就办了一个离婚调解宿 现在你说这个家庭大女儿和我哥哥 我父母他们你说怎么办是吧 然后一直打了这个法官的好多次电话 然后法官在三月十六日打电话 给我说陈军芳 你到法院来一下 民事财经书 我拿到这个民事财经书 我一看他说是原告华晓琳 撤诉了 撤诉了 他就告诉我 你把你这个 你把这个财经书你拿回去 就给你爸爸 你的父亲 他也认识识字 他会看懂这个桥姐书的 有了这个财经书以后 他华晓琳 他就离不了婚了 他现在和你的哥哥还是合法夫妻 他要再和别的人 住到别人家和别人结婚 他就成了重婚了 然后我也咨询了 想关动法律的人 懂法律的人就说 这个是乱搞的 你想 这个桥姐书已经发出 就参生了法律效力 你现在拿这个财经书 你过十年 二十年以后 人家只要拿上这个桥姐书 人家现在和别人结婚 是合法的 然后我就拿着这个桥姐书和财经书 又找到杨宪法院去 找到杨宪法院去 然后又写了一份材料 给杨宪领导 他们我就说 一个达一个五十多岁的法官 他做了一辈子的法官来办这个假案的话 他不是随便就办了一个假案的 他肯定是有内幕的 他和华晓琳 当事人华晓琳 肯定是有意境的交易和内幕 他才回来一个法官他才回来作任的假案子 2010年的4月12号 他说给我们下了一个财经书 财经书是他说扯回原阳县法院法官邓东明 办的09年的桥姐书和10年2月3月16日的财经书 扯效这个财经书 本案进行暂时 在这个陈子中我们就给杨宪正法委 汉总正法委 相关的部门 汉总总级法院 然后汉总正法委 我们就写这个反扬情况 就怕他们来一个偷梁欢座 令陈家担心的事情果然就发生了 杨宪法院法官邓东明 处心积虑与华晓林勾结串通一切 竟然在夫妻双方一方不到场情况下 缺席审判 陈周红与华晓林双方自愿离婚 其实早晨我还到人大去找人大 都处把这个作奸案的私事雷末给我们 给我们一个交代 到了中午 中午1点钟的时候 我收到了华晓林打来的电话 他说 今天早晨我和杨宪法院开庆了 你们没有去参加刑审 我们已经把刑开过了 然后我当时我就打电话给楼俭军 我说我们给你的 我们给你的材料和延期申请 你们都没有给我们一个交代 假案怎么做成的 你们都没给我们交代 你们开庆是怎么开 你们又和华晓林单独开庆 他说楼俭军当时就挂断我的电话 他说我在开会没时间和你说 到了10年的6月份 6月份然后杨宪法院给我们下发了一份判决书 判决书最后就是扯銷了 扯銷邓冬明制作的乔解书和财经书 判决华晓林和陈周洪不离婚 三月设置组合该案代理律师常伟平 驱车数百里翻阅行李赶往杨宪做案情调查 当我们看到英法官王法裁判制造的离婚案 已经导致这个原本贫寒但却幸福的家庭 已是妻离子散清景时不禁为之斗容 这一年一年又一年这五六年了 我没有一年一年老了 我现在存在不下这么大的族 这大人一年是一年不下的族他出去玩 师傅出去玩不下的族他出去玩不下的族 从来没回来过吗 这一年都没回来啊 我认为出去要找一下看一下但是亲自家庭这种情况啊 只想让这个案子很快结束了以后啊 给孩子们一个交代 这是我现在觉得一进就这样子的 哪怕没有一分钱的赔偿 你只要给我没有公正的公道的判决和说法 行事最重要要追究 要何显书这个要书 行事处分啊 邓冬明也要身为法管 老法管 多年的老法管他执法犯法 要一定要书这个行事处分啊 邓冬明这行事处分不出人不依法办事 我们绝不对这事情绝不感受 你法院身为阳县法院 你是知法犯法 你是什么机构啊 你的罪人是什么 你现在到这幅程度 你还都把法管保护罪行都免了 现在这可行啊 你法院是什么形象 要随着人民的法院 人民法院的形象 邓冬明要把邓冬明一发办事 邓冬明一发办事 一发办事不行 就这一点 正能我们现在一一 先把这一点结果了 再做下一步 我只做这事情很远嘛 也做不到咋的做咋办 没办法了之后就我没就回来 回来以后我还不甘心找法院 怕你法院又高了没 等到把手续办好才去找法院 找法院法院还算 你力度不得了 经常我去找了几次 你还不敢说这法院 我十几次法院的法院 我还灌了我 我还打了一顿 我随着的精神病患的 精神大就大了 我现在受不了 现在这种环境的是压力 就学习了 你可笑啊 都嫌疑 有人已经不想去上学了 你不想去上学了 我每次去做法院 发院就以为我的精神病 我明明我心里清悲 我心里不清悲 我把他就弄到医院去 法官大胆枉法制造冤情 罪行已定 却收获免于刑事处罚 换岗继续工作的待遇 此事引发舆论哗然 这个刑事罪人 我们需要追究不可 他已经做法院 他身为法官 身为法院 这个 搞这个 家案 现在 把我们搞到这部程度了 我们现在还 这个 他还要把法官 这个面租刑事处罪 我们现在已经 他的情节 下证入散的情节了 这 这个 黑暗 也受 七草 法院的 六根 也都是他 七草的这个黑暗 判决 所以来说是 这个 有没有通过我们 这 已经现在 他 万能地坚持了 这 这都不我们 对他的 为好 柔林 正案了 到五六年了 现在 情节要怕严重了 现在我们要 罪 一定罪就 刑事对人 你这个 警官你 阿姨记 再报 再 那个 他的 切证如 散的 这个 这种 证据 确决 确决在那 手里 已经 证据 确决了 所以 已经要 罪就 刑事 罪人 有 法官 邓 东明 有不 判刑 有 和 显著 身为 承监局 局长 有 不 出 不 出 不出分 那么 绝不 对的事情 绝不 罢休 所以 这是我们的 要求 一定要按 法语 按一法办事 不关他 阿姨记 他不一法办事 我们绝不允许的 这个 这 王子方 反法 愿民 同罪了 何况他 一个 多年的 老法官 他们 只 发反法 他宁 搞 搞 成了 这个 黑暗 所以 我们 现在 已经 要 追究 刑事 罪人 邓 东明 能够进行 从众处罚的 情节 有很多 比如说 邓 东明 他是 多次犯 妄网 判判罪 第一个 第一次是 他在 在没有被告 到场的情况下 没有开庭的情况下 伪造 亲生 笔录 出具 那个 调解书 调解双方 迷通 这本身就是一个 万法裁判 第二次是 事情 败露之后 他 和同 梁耀勇 又出具了一个 同案号的 裁定书 裁定 原告 撤诉 而这个裁定 并没有经过 阳县法院的任何 法定的流程 新的听神笔录 带被告在 法律文书的 宋达回质上签字 以及 帮他起草了最后 原告撤诉的 这个 裁定书 以及 盖章 梁耀勇 对这个事情 唯一的 辩解是说 是 邓宗明让我这样做的 我并不知道 我不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 一个在法院工作了 七年的 民事 唯一的书记员 他应该 自己能意识得到 他的这个行为 是 违反犯罪的行为 因此 梁耀勇是 本案的 故犯 基于以上 这个 他可以同众 处罚的 也就是说 他可以同庆 情节很少 甚至那个 同庆的情节 他都没有在 情形当中 他都没有认为 罪 民事完了之后 写了一个 所谓的回国书 并没有 得到 谅解 因此 刘八宪 法院判处 邓东明 光法裁判罪成立 但又免于 刑事处罚 这样一个裁判 本身也是一个 错判 甚至有可能 涉及 也是一个 无准 死亡 一个错误 需要一个 一百个错误 去掩盖 一个 王法裁判 引发了新的 王法裁判 陈周红的 漫漫为全路 至此并不是 终点 而属于他的 公平正义 是否在 长路的远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下载